8月19号晚,中国加德2020年春拍正式收官,对于折服了七月之九的内地拍场而言,这次重启大拍,对后疫情时代的拍卖行业来说意义重大。 回顾本次加德春拍,最大看点之一无疑是在20世纪及当代艺术夜场中,神隐海外35年的周春牙早期作品《春天来了》以8,625万元的成交价领先全场,创造了周春牙作品成交新记录。 据悉,该画作创作于1984年,是周春牙在油画界展露头角的藏族系列代表作之一, 与1980年的藏族新一代,1981年的《剪羊毛》和1985年的《入耳盖的春天》并称为其早期最重要的四件作品。 该作不仅是周春牙艺术生涯的开端,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从上拍量来看,这几乎是加德设立现当代夜场以来最少的一次,即使加上日场的136件,较之往年也少了近百件。 不过由于大力度的筛选,让留下的标的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更具竞争力。 业内人士认为,减量求质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拍卖行业新的风向标。 加德春牌实际上在整个市场当中,我觉得它会是一种电海神针的这么一种力量。 虽然减量,但质量没有减,减量求质。 虽然看到没有像我们早几年提到的一元拍品或超级的明星拍品来去做市场的加持, 但是每一件拍品它都值得推敲,而且品质非常保障。 无论是在学术性和艺术价值方面的话,整体是可权可点的。 市场对精品和这些流传有序价值体系里面,非常值得收藏的艺术品。 那么这种市场投资和收藏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 欧树英表示,今年以来,疫情对拍卖行业冲击巨大。 虽然8月以来,陆续在杭州收官的西陵拍卖和在北京收锤的嘉德春拍都成功卖出了复工的第一步。 但受全球疫情影响,下半年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前景仍不明朗。 首先是整个市场的节奏就会被打乱了。 春拍季,往常我们可能是从5、6月份开始,现在整体往后挪了2到3个月。 上半年,基本上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金比少年是下涨了8成。 这个下降比例是非常大的。 那么对于盼卖公司来说,运营成本是在增加的。 因为疫情的影响,东西不能送上门,或者不能出去做征集。 拍品征集的速度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举办盼卖会,安全是第一位的。 盼卖会的组织要求会更加严格,安全方面的成本当然也会上升的。 所以下半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其实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疫情之下,网拍一度成为拍卖领域新时尚。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基于拍卖市场特有的交易习惯与文化, 传统拍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很难被现场形式完全取代。 我们从一到六月份的拍卖场次来说的话,是不降反征的。 上半年的整个网络拍卖会的场次同比增长了47%。 一方面网拍技术确实是正在改变传统的拍卖会固有这种交易习惯方式。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文物一种拍卖,它又有见物,见人。 就是说我们要去看见东西,去把玩,去品鉴,要见到人,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这么一种特点。 所以虽然可能网拍呢,确实也可以提高我们的拍卖的效率,提供更多的一种选择。 但是它又不可能完全意义上去代替这种见物见人和快乐加年化社交的这种需求。 因此,业内人士指出,在后疫情时代,发展线上加线下交互融合的新拍卖模式或将成为拍卖行业期待思考与开拓的话题。